最近金星复婚的消息,相信很多人都知道,只不过还是一些人不明白金星当年为什么会离婚,其实金星早在六年前就已经和老公汉思离婚,他们离婚的原因和别人不一样,并不是大众人。 没有眼中的感情不合,又或者其他俗套的理由,而是为了给领养的孩子办户口读书,这样的离婚原因很罕见,却也很有爱。 众所周知,金星领养了三个孩子,不是亲生却是如己出,今年八月十八月,金星和老公汉思复婚,两人婚礼上没有轰轰烈烈,而是简单的办了婚礼,没有请圈中好友,也没有让媒体大肆宣传。 只是低调的穿上婚纱,让自己的孩子当花童,然后低调的和老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,虽然平时大家眼中的金星看起来很强势的样子,但是穿上婚纱的金星看起来女人味十足,也很美。 在复婚前,金星还收到了汉思的生日礼物,是一副油画板订货照,看起来很有味道,网友们也忍不住羡慕,这才是嫁给爱情,才是婚姻的真谛。 金星和汉思第一次结婚是在2005年,两人至今已经有十多年的感情了,这份稳稳的幸福真是让人羡慕。 复婚后的金星享受了一段短暂的休戴时光,大家最近似乎比较少看到她的身影了。 今日,金星现身机场,脸上并没有过多的妆容,看起来是素颜现身了,不过没有化妆的金星,依旧是容光焕发的,只见她一路笑容满面,满脸的幸福感,显然滑,沉浸在幸福的婚姻之中,金星从电梯走下来,依旧保持脸上的笑容,看起来很亲切。 当天她穿着黑色长裙,搭配黑色肩跟高跟鞋,更显得她的霸气真美,戴着墨镜,女王戏场十足,手上和脖子上都戴着首饰,只手头足尖满满的女人类,不得不说复婚后的金星更显女人类了。 51岁的金星早已见过娱乐圈的风风雨雨,而且她也是一个很有羞扬的人,并不会受一些讽刺影响。 金月周立播发文称,假女人在电视里教真女人,如何做一个好女人,真男人在舞台上吟唱大王别几百美千娇,彼此在暗讽金星和李玉恩,一向在娱乐圈敢言敢语的金星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,看她的状态,显然没有受任何人的影响。 而且看她全程笑容满面的,应该还沉浸在复婚的幸福之中,十九未见金星,感觉她复婚后还是一些变化的,我们在节目中总看到她毒蛇的一面,然而生活中被拍到的画面,反而看起来温柔了许多。 更加有女人美,而且网友镜头下的她态度谦和,从容,和舞台上的她确实有点不一样,不得不说金星确实有独特的个人魅力,面则猙獰,文中图片应用之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 然后,请联系删除。